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是冬至四人晚餐 廣東人最喜歡拿好意頭 白菜一湯 今天過節一定要有雞 正所謂無雞不成宴 簡單一點 隔水蒸雞 第一個餐料可以先做 隔水蒸雞可以提前做 開火 開大火 雞一定要常溫 這些蒸雞 一般蒸20分鐘 蒸完20分鐘 焗3至5分鐘 現在夠了 切雞可以凍食 提早做好就可以了 放進冰水 或者凍滾水中 湯不要倒掉 這些是精華 煮湯、拌麵 炒菜都可以 把芝麻油搓勻 讓它更亮 搓勻就可以了 家庭食就這樣 把腿圈圈出來 先把腿圈在底下 把腿圈瓶 做好 煮的時候 來看看腿圓圓 有一個腿圓圓圓的 可以去除火 煮之後 要再放上冰水 炒頭 去掉 再把它倒在冰水上 把它倒到冰水 放在一旁 全部放在碟上 先拿出去 快去开餐了 我选择一个由头做到尾 其他再分享 这个菜是香煎生蚝 我买了姓子黄 比较漂亮 你可以叫它汤的 我回来自己汤 洗干净之后剪开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天搞六个菜或者八个菜都不难 最近你想好是搞些什么 今天我买了三文鱼 这餐饭是多东西煎的 你选择 这些鱼腩漂亮 鱼腩呢 鱼扒有骨 鱼肉比较松散 鱼扒是有骨的 所以小朋友吃的时候也要小心 操作的时候要认真摸一下 还有海虾 这个虾已经直直生了 很漂亮 你看看 你节日做这么多美菜 就选择的方式是简单一点 这些新鲜的虾 白出一样很好吃 很大只 你出久一点就可以了 你 汤了它和它自然四是不同的 首先剪了一个虾枪 在这里 挑了那个胃出来 它有个胃 在第二节那里 挑一条腸出来 其实今天这些虾都很干净的 把它剪开 把它倒出来 洗两次之后 用水浸浸浸 它不定是急冻 它会有些雪味的 浸一浸 蚝就完全解冻了 先洗一下 蚝放些面粉下去 放些水不要太黏 看看有没有蚝河黏着 有时候会有蚝河黏着 有些蚝河黏着 有些蚝河黏着 放些面粉下去 就这样洗一下 就很干净了 逐渐清洗一下 晾干一下 水 我今天也煮了一个 鸡虫涌猴头菇 瘦肉汤 鸡铜瘦肉 很清甜 这款汤我也上过片 是很清甜的 一会儿 一会儿 一定要滚热 水 一会儿 收缩 马上拿回火 一会儿 千万不要炒太久 现在放一盘 这些是生菜包 洗净 浪干水 放一盘 三片也好 四片也好 洗的时候一定要煮 这些可以直接生吃 我们现在需要一只鸡蛋 先拆开它 我们用一只大盘 这些是粟米淀粉 先把蚝 拌粉 拌一层粉 拌完层粉 再点蛋液 点完蛋液 再拌一层粉 再点蒜肉 再点蒜肉 分开它 烧热的煎片 油 多一点 再拌一层粉 煎之前拌均匀 拌完蛋液 拌完蛋液 再拌一层粉 先拌粉 拌蛋液 很硬身 香脆 很硬 拌均匀 很耐用 拌均匀 拌均匀 好 香芝生蠔就完成了 放一点香草 趁热热热的时候放下去最好 蒸了5分钟就可以了 开餐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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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